台湾与瑞士铁路外交更进一步 台铁和林务局与瑞士马特红歌塔铁路公司 签署友好合作备忘录 阿里山森林铁路也与马特红歌塔铁路公司旗下的 高纳格拉特铁道、马特红歌塔铁道缔结为姐妹铁道 三方未来将在经营、行销、人才培训等层面进行交流 未来凡是持对方铁路车票的台湾或瑞士旅客 都可以在对方车站兑换一份神秘礼物 双方也会在重要车站放置旅游简介、推广铁道观光 想要保览瑞士阿尔卑斯山马特红峰雄伟的风景 必须搭乘马特红歌塔铁道和全欧洲最高的 露天池轨火车高纳格拉特铁道 行政院长张善政6号出席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时表示 马特红峰是台湾民众前往瑞士观光的当红景点 而台湾的阿里山森林铁路也是世界旅客的观光胜地 台瑞签署高山铁路友好合作备忘录 可说是门当户对 张善政说 所以各位静下心来看一看马特红峰的歌塔铁路跟阿里山森林铁路 他们对我们环境还有观光是加分还是减分 其实是非常清楚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瑞士马特红歌塔铁路跟阿里山森林铁路 签这个姐妹铁路实在是门当户对 再合适也没有了 瑞士商务办事处长傅瑞也表示 台湾与瑞士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仅土地面积相仿 多被高山覆盖 且铁路在台湾与瑞士扮演重要角色 傅瑞表示 他对阿里山森林铁路壮观的景色印象深刻 他相信双方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之处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文维婷采访报道